佛陀经典馆在观世音菩萨圣诞这一天 举办了观音弃子典礼 很多的家长是带领着小朋友 来到观音座下 给菩萨来做弃子 加倍保佑 孩子能够顺利长大 经典佛馆观音菩萨弃子典礼 大玩cosplay角色扮演 除了大家熟悉的经典卡通人物 热心的青年团体 也装扮成鬼灭之刃 让妻子典礼更加活泼 学佛的父母除了希望孩子平安 同时也期许能成为三好儿童 也希望他可以口说好话 存好心做好事 帮助到身边或全世界所有的人 希望他在佛法的滋养下 可以一切顺利 未来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在观世音菩萨圣诞这天 让孩子做观音器子 从小培养圣根福德 欲求法师开始说到 这是有智慧的选择 大家把小朋友送到了我们的观音殿 来让小朋友成为观音菩萨的器子 所以我们今天各位家长的抉择 是非常的明智 参加观音菩萨器子典礼 不仅祈求菩萨的祝福 更有家人与法师对小朋友的期盼 使信仰传承 促进佛化家庭的下一代 透过仪式 洒下菩萨种子 人间卫15拥取高雄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